然后接着呢 下面这一个运算的时候 有一个叫前字和后字这一个 那我稍微给他说一下 他们之间一个区别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啊 卡了吗 好了 是吧 现在好了没 没看到吗 然后接着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前字和后字的区别 好 那我只说一加吗 减也是类似的吗 我只说加这种情况 减那种也是类似的 好 大家看一下啊 写一个英特的A等于 比如说我这个等于一吧 英特的B等于零吗 好 现在来看一个操作就在于我现在我这个变 等于 A加加加 我就分开来写 我就不同一个了啊 接着这个是后字 加加吧 然后后字加加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样一种特点吗 好 我们在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答应一下 A等于 A等于 百分号电 多号 B等于 百分号电 把写个N 后面写个A写个B 那接着这个加肯定是加一了 不用想了 只要加加就加一了嘛 那接着它有一个前字和后字之分 这个以后我们用的挺多的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看一眼 你要发现B 这里面打印A嘛 A等于2了 B等于多少了 1了 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特点了吗 是的 所以说这里面结果就总结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是这样先用后加 好 这是什么意思了 那就是说它的第一步呢 它会这样的啊 它的过程是 先把A的负负责给变 然后接着呢 A的A是不是在自己加一啊 就是每一个好 那我们看重新来看啊 就重新复回值 A等于1 B等于0 好 重新来 看在下面啊 这接着我换一种方式 B等于加加A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种是不是就后 前字加加啊 是不是 前字 加加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同样看一下结果 这是第二 这也是第二 第二种啊 那么看一眼 只是一个是后面的 一个是放前面的 A 因为我重新负责了嘛 你还没发现一个地方 A 它的后置加加是我加完之后再给你负责 我A原来是1 我变成2了 那我的2 变成2了之后 我是再给这个B来负责啊 所以的结论就这一个 先加 后用 对 先加后用 好 现在我给他说一个 一定一定要区分下面这种情况 我再定一个interc 我再来A等于1 好 接着 B等于0 好 接着来一个A加加 B等于A 好 我在这边我再来打印这种情况 3 3 我也是A也是这种条件啊 然后接着 看着啊 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说啊 老师老师讲过这是后置加加 这是后置加加 我记得这个结论了 是吧 那接着所以说 有些人会想的 那我这个 我的这个A 肯定就是多少了 不管怎么样 肯定是2了吧 那我的B呢 有些人就觉得是1了 后置加加嘛 好 接着你这种后置加加 和上面这种后置加加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看一眼啊 看下第三种情况他们的结果啊 你要明白一个地方在于 你在这儿呢 看到这里他是不是先执行 先执行完 此语句 然后接着再往下执行呢 往下执行 然后接着有个什么问题呢 在这儿到您看到我的A到这一步是 到执行完这个语句之后 执行到此语句 A的值已经是多少了 已经是这一个数值了 但是你在这里面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你这个语句 A还没执行完的 在这里面是同一个语句啊 所以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有些人就整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语句 只有到你执行完才执行到下一个语句 但是下一个语句 A已经变成2了嘛 所以他肯定就是说AB都是2了嘛 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啊 所以说 Drake 这次是然后叫做 就在说 你身边的 有什么事 你身边有什么事 那叫我们